小S2日才妹妹出席代言活动 跟林志玲格空比妹 没想到今天就爆出受伤意外 在社群贴出自己变成毒眼龙的照片 下怀一票粉丝 而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她也在文中解释 今天在录小姐不喜地之前 觉得眼睛一成疼痛 她推测应该是把隐形眼镜石弄到的 所以今天只好以这个样子主持 还开玩笑说 不是我练了什么特异功能哦 颇文一出粉丝都紧急涌入关心 要姐多多休息 快点去看医生 有人夸她即时变成毒眼龙 还是一样超美 助理主持人派翠克 跟开玩笑问她是 惊奇队长中的三谬杰克森吗 不过在一片暖心的留言之中 也有不少人觉得她是被老公打的 由于须亚军近日才有因过去 还明到经纪人合伙 结果对方涉嫌掏空一事 登上新闻版面 就有网友觉得好巧 昨天你老公新闻出来 你今天就受伤 直呼入过家暴是真的 拜托她清醒一点 瞬间又歪楼